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啊 继美国刚推出来那个台湾政策法案之后 欧盟欧洲议会又推了一个台海情势决议文 这个新闻该怎么看,对不对? 很简单,一句话啊 台湾满意了吗? 该把台湾的新变好也交出来了吧 为什么我这样去说? 其实很简单,前两天啊 我跟大家聊了一个新闻,路透社的新闻啊 这个新闻讲的是啊 美国那边准备制裁北京啊 武统台湾的那个能力啊 就是精准的啊 这个制裁要做出来 这个新闻里面有简短的一段话啊 就是说啊,台湾那边正在啊 希望啊,这个欧盟也要对北京提出一些制裁 嗯,对不对? 这个啊,欧盟啊 这个这个要制裁北京啊 我台湾才能有一定的安全 全世界都制裁北京 那才是最好的 台湾才会更加的安全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 台湾政策法案推出来 台湾会满意吗? 会把台湾新变好也交出来吗? 不会 因为没够啊 没够啊 美国一家不够 再加上欧盟才够啊 那现在欧盟这个法案出来了啊 欧盟这个法案出来了 你台湾该交你的新变行业了吧 那台湾交不交呢? 哎,对不对? 台湾到底啊 未来会走向哪 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台湾一直这样狮子大张嘴 下去啊 台湾会换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以及啊 可能很多同学关心的 这个欧盟欧洲议会推的这个台海情势决议文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对于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今天啊 我会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听我慢慢聊啊 首先啊 台湾那边有很多的啊 特别可爱的一些网友啊 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啊 欧盟欧洲议会推了这个台海情势决议文之后呢 美国爸爸那么爱我们 欧洲爸爸也爱我们了 对不对? 首先啊 台湾你得知道啊 人家为什么爱你 对不对? 人家为什么爱你 这个世界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 对不对啊 如果你身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啊 欧盟 美国 这谁怎么会排着队子来啊 其实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这种美国表态 比美国表态完了 欧盟表态 这种态度 这种态势 其实对于台湾不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呢? 能够体现出来美国人着急啊 就跟佩洛西窜访台湾一样 佩洛西去完 然后去了两波民主党的议员 也去了一波共和党的议员 还去了美国的两个州长 发生在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的时间里面 大家能够感觉到什么 对不对? 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让他们那么频繁的往那去跑 台湾到底怎么了 对不对? 之前我就跟大家说了 你就看一看这些美国的议员 美国的这些州长 见的都是谁就知道了嘛 都是台积电的代表啊 上到刘德因 下到一般代表 对不对啊 都是关于台湾芯片行业的事情啊 能够感觉到什么? 美国人着急啊 对不对? 美国人心里边那个心急火燎啊 然后的话 美国越急台湾越怎么样呢? 你就越得挣扎 对不对? 就像美国政策法案推 是为什么呀? 就是想要表达一下 台湾我给你安全啊 你赶紧把新变行业交出来吧 台湾那边表达意思什么呢 我不行不行 对不对? 我还得要欧盟 对不对? 欧盟也得对北京制裁 那我才更加的安全吗? 那来了呀 台海情势决议文来了呀 还能做成什么呀? 对不对? 当然了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台湾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不对? 最好美国 对不对? 跟北京白头一下 对不对? 然后直面白头 然后这个时候台湾有可能看到什么呢? 看到中美两国国力互相的损耗 然后台湾可能从中渔翁之力 那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呀? 一个屁大脸的地方 屁大的一个岛 你上面是有芯片行业 这个算是比较好 芯片制造业 算是全世界比较先进的芯片制造业 是有 但是芯片行业 芯片制造业可不是说啊 未来行业能赚钱的唯一一个行业呀 之前跟大家聊过呀 未来还会有新能源行业呀 对不对? 然后新能源行业 对于世界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包含拜登最近啊 做的那个 要促进美国的这个生物制造业 对不对? 也包含什么医药医疗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行业啊 促进它的发展 其实世界未来不仅一个芯片行业在赚钱 所以说呢 你有那么重要吗? 有那么重要 哪怕就算有那么重要 能重要到让美国跟北京直接翻脸吗? 就这么很简单的一件事 美国真的是啊 那么爱台湾 那么支持台湾 美国为什么不跟台湾直接建交啊? 美国为什么这一步他就做不出来? 看一看中美贸易有多少钱? 台湾岛上的芯片行业值多少钱? 如果这个能够换成钱的话 你能看到它的价值的话 它都一切都不是事儿 为什么? 钱是王八蛋呢 相当于就是台湾身上给自己标了个价 只要谁能出超过这个价 谁能得到台湾呢? 价高者得啊 这就是台湾现在自己做的事情啊 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 对不对? 你能你的价值能超过中美 直接要博弈 中美之间要来什么battle 你能做到吗?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台湾有的时候啊 就是说这种这种小聪明 有没有? 有 民进党有没有? 有没有小聪明? 有 一直我在跟大家说 民进党有这种小聪明 对不对? 但是的话 小聪明别太过了 还是那句老话 对不对? 机关算尽太聪明了 小新反而误了 轻轻性命了 对不对啊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现在美国人着急 在台湾新变行业 这个问题上面 反复的利用自己的政治人物 去台湾 然后还要推什么法案 欧盟也加上推法案了 能够看到什么 这个事情啊 它不是说 什么积累了几年 推一个法案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 经过了充分的讨论 推一个法案 不是 大家看一看有多快 从佩洛西到现在 你看看有多快 台湾去了多少政治人物 然后相关于台湾的法案 美国推 欧洲推 有多快 你能够感受得到 美国人那个心急了吧 美国人的这个心急 从何而来 对不对? 就因为美国的芯片法案呢 美国的芯片法案的推出 就直接证明 它没必要在台湾养一个 自己美国芯片行业的 最大的那个竞争对手 凭什么呀 养自己一个敌人 开玩笑 所以说美国现在着急 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拿走 台湾在挣扎 没错 是在挣扎 但是挣扎到最后 你狮子大开口 一直在要件 对不对? 要件美国保护 那美国就给他推了一个 台湾政治法案 那再要件 你一个国家推不够 欧盟也得制裁北京 对不对? 那就那就 那欧盟也来了 那你还能怎样? 我台湾就可能啊 永远的维持现状了 那台湾民进党 想的这个事情多美好啊 但是记住一句话 美国永远不可能 为了台湾跟北京翻脸 美国跟北京翻脸 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中美之间的矛盾 大到不能调和 才会直接翻脸 那你就看一看 中美 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到现在为止 中美之间的问题 有扩大到这种程度吗? 看一看中美之间的贸易 到底多少钱? 所以说总而言之啊 台湾到以后折腾来折腾去 小心把自己折腾成一个 Trouble Maker 麻烦制造者呀 你要真成了麻烦制造者 然后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 忽然发现啊 你台湾啊 希望我跟北京 跟中国直接白头 然后的话 你从中余力 然后也让大陆这边感受到啊 这种危险的话 台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很多东西啊 你可以玩 你可以在灰色地带来回的走 但是的话 你别触及别人的根本利益 你不管 不管大陆 还是美国 哪一方的利益 真的是被你伤害到了 那个后果 那个结果 不堪设想 对于台湾来说啊 对不对? 根基不牢 地动山摇 那个时候肯定就会来了 其实再讲一讲这个 台海情势决议文的一个问题啊 就欧洲推这个 他为什么推? 对不对? 他为什么推? 其实欧洲对于台湾来说啊 对于整个亚洲来说 他的影响力也没那么大 你军事方面能够啊 跟解放军battle一下吗?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美国都要去太平洋 阻止中国的胁迫了 你欧洲来 你欧洲 对不对? 掂量掂量自己 当然欧洲知道自己有金鸡了 这就是为什么 是欧盟推这个台海情势决议文 欧盟跟欧洲国家 他也不一样 对不对? 欧盟对于欧洲国家 没有什么影响力 欧盟推这种台海情势决议文 他只是一种态度而已 这个态度做给台湾了 但是啊 这个态度 当然了 也是为了配合美国人嘛 美国人也着急 美国人这时候 肯定也会帮着台湾 要求欧盟 你给我推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让台湾满意嘛 对不对? 然后只要这样去做了 美国觉得可能台湾会把这个东西啊 台湾的信念行业交出来 但是啊 接下来看下去啊 台湾还得挣扎 你知道吗? 挣扎到最后 小心啊 真的是啊 真触及到美国或大陆的 这个根本性利益的时候 你就小心遭殃啊 当然继续讲欧盟这些事啊 欧盟到底是如何想的? 欧盟是完完全全 配合美国人 还是说欧盟就是爱台湾 就是支持台湾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吗? 咱们看一看这个台海情势决议文 里面讲了哪些内容啊 首先谴责了一下 这个什么 这个啊 这个还台湾岛军演 咱们实战军演谴责了 啊 谴责啊 你不好 其实啊 昨天跟大家聊日本那个新闻啊 就日本的这个外相 新上的这个外相 跟美国的这个外长奥斯丁 两边也谴责了一下 关于这个还台湾岛军演 那些问题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问了一句话啊 美国你早干嘛去了 欧盟你早干嘛去了 对不对啊 八月份的军演 你那隔了一个多月 你才在这儿谴责 你这谴责还管用吗 对不对 有本事就啊 历时禁止 对不对 我在军演的时候 你直接派你的大军舰啊 过来阻止军演 你能吗 对不对啊 为什么隔了一个多月啊 不能触眉头啊 对不对 你敢当时惹中国 你看一看那个后果会如何呀 这是一方面啊 就是这是一方面 而且他这个谴责 没什么多大用处 这个军演结束 都结束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他又说什么呢 他说的是啊 什么台湾作为 志同道合的欧盟的伙伴 你看志同道合的欧盟的伙伴啊 战略贸易地位 以及在半导体等高科技关键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中 占有主导作用啊 什么这个议会呼吁欧盟加强与这个这个民主治理的岛屿的关系啊 提到了什么 芯片行业 对不对 又提到芯片行业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欧盟想不想要台湾的芯片行业 当然也想要啊 现在都不藏着不掖着了 对不对啊 之前跟大家聊一年多之前吧 跟大家聊过就美国希望啊 挖台湾的芯片行业走 美国希望瓜分掉台湾的芯片行业 瓜分台积电 那个时候欧盟就跟美国来谈过 跟美国 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法国吧 跑到美国跟美国来谈 希望这个什么呢 希望这个台湾的芯片行业在欧洲也设厂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聊了 特别诡异的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 他不去台湾跟台湾人谈 他去跟美国人谈 为什么呢 因为欧盟欧洲人知道 谁能够控制台湾岛的芯片行业 虽然说走到今天台湾那边也在挣扎 但是之前跟大家聊过 对不对 起码生产的授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面 起码之产权掌握在美国人手里面 所以说呢 美国是能控制的 所以说的美国啊 对不对 欧盟对不对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惦记 一年多之前就开始惦记台湾的芯片行业了 后来包含那个什么前一段时间啊 这个德国和法国要要说啊 跑到亚洲来搞什么军演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 为什么呀 他也得来分一杯羹啊 美国对不对 这个看起来啊 不管是用自己的国内法 还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然后挖走台湾的芯片行业 是大可能成功的事情 在这种大可能成功的事情啊 要成功的时候 欧盟这些国家得证明自己的价值 美国大哥哥 你得给我一点的 你看我都来帮你忙了 我来跟你起哄 对不对啊 我也来那个什么啊 军演了 这个时候 同样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这个台海情势决议文 美国你得要求我 对不对 也得啊 跟台湾对不对 来一个什么台海情势决议文 那我也做了呀 然后的话 这个台海情势决议文里面 就把台湾的芯片行业也写到了里面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这个欧盟要保证什么 这个台湾的这个供应链的稳定吗 能吗 欧盟有什么军事上的势力 对不对 影响了解放军的武统 没有 对不对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 那这个如果说啊 台湾岛上面的这个芯片行业啊 然后的话 可能面临战争的危险 就像我之前问大家那个问题一样 不管 假如说啊 假如说两岸的情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啊 不管台湾岛能不能继续生产芯片 就能不能生产芯片 这个没关系 就算台湾岛还在这个两岸 兵 那个开始打仗 或者说开始武统之后啊 还能继续生产芯片 能不能运出去呢 对不对 这就是最近那个事情 供应链稳定的问题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假如说啊 这个这个欧盟啊 想要帮助啊 维护这个供应链的稳定 他将如何来维护呢 他肯定得出来说嘛 对不对 那高高在上的形象 他又来了 哎呀 我欧盟能够解决供应链稳定 对不对 你把那个台湾的芯片行业 往这个欧洲搬一点嘛 对搬一点过去嘛 搬一点过去之后 欧洲和平啊 对不对 虽然说俄罗斯在那打仗 但是他往欧洲 欧洲本身啊 老欧洲还是比较安全的 俄罗斯也不见得往什么 法国德国那边来打 赶紧搬到欧洲 也能保证安全的生产 对不对 不能一个 那个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嘛 对不对 美国都过去也不是特别的好 欧洲我们也得要一点啊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这个问题 欧洲欧盟现在是不是把这个目的也讲得很清楚了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现在不管是欧盟 不管是美国 目的性越来越强了 那对于台湾来说 有没有好处呢 说实话 确实也有好处 也有好处啊 其实啊 台湾现在的状态特别像清末呀 特别像清末呀 清末大家不要以为 清朝什么腐朽啊 什么没用啊 对不对 无能啊 等等等等 并不是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刚开始是 是被什么英国人支持 但是太平天国为什么完蛋了 就是因为英国人放弃支持太平天国 英国人支持谁 支持清朝政府啊 为什么英国人会支持清朝政府啊 清朝政府不是完全没有外交能力的 所以说呢 这个现在的这个台湾呢 就比较像当时的清朝政府 然后还是有一点周旋的能力 对不对 在列强里面周旋 然后为什么清朝政府没有被什么 这个西方的列强完全干倒 干死呢 原因很简单 他也在做妥协 做平衡 也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了 就是清朝清朝末期 整个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 然后整个中国上面临列着 各国各列强的这个势力范围 为什么呢 势力范围一划分 对不对 大家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一个平衡 对不对 只要有一方想要用想要更多的话 其他各方可能就会联合起来来收拾他呀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诡异的平衡 在中国当年的这片土地上 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说清朝政府 他是完完全全的无能吗 他是完全的笨蛋 傻子 不可能吧 没有一定的外交能力 他也达不成这种 这种诡异的平衡的状态 他也达不成从啊 这个欧洲人支持 这个太平天国 忽然间变成欧洲人支持 英国人支持他支持清政府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从而让清政府当时的清朝 把太平天国这事直接给品了下去啊 现在台湾也在做这个事 也在做这种恐怖平衡 但是现在这个恐怖平衡 达不成恐怖平衡 欧洲没这个实力啊 欧洲没这个实力啊 其实欧洲 欧盟还会躲在美国人的背后 对不对 以美国为马首是瞻 美国要拿全部的台湾芯片行业 欧洲会说给我一点 但是他不会阻止美国来拿 这是台湾想要玩的 这个事情啊 可能不大可能成功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总而言之啊 台湾未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其实还是那句话呀 其实台湾的问题 你说民不敏感敏感 但是敏感归敏感 对于整个整个中国来说 对于整个大陆来说 只要别牵涉我的主权问题 你爱怎么折腾都怎么折腾 因为这些事 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是一个商业问题 对不对啊 就跟美国的州长 美国的议员 后来天天往台湾去跑 为什么咱们这个没什么声音啊 因为不牵扯主权问题啊 人家过去谈生意的 对不对 谈的是台湾的新变行业 往美国搬的问题 你们谈生意 我你们干嘛要打扰 对不对啊 然后都是钱的事 对不对 然后的话也没有影响中国的主权 也没有影响中国的利益 你爱怎么谈怎么谈 大家不要以为 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西啊 是我个人的想法 大家可以看一看最近啊 昨天的啊 昨天的新闻 然后咱们的外交部发言人 新上的那位发言人 毛宁是怎么样评价台湾政策法案的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一看 直接就说到了 你别影响我的主权问题 对不对 别影响我的主权问题 其实毛宁的那一整段发言 你说他有特别的凶悍吗 他也没有 但是他把底线全说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不要影响主权问题 影响主权问题 那就是大问题 我中国绝对会捍卫 我的主权及领土的完整的 毛宁那一段评语 那一段对于台湾政策法案的评论 很清楚 对不对 只要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了 就知道咱们接下来 如何看待台湾这个问题了 总而言之啊 如果说美国包含欧盟吧 对于中国主权问题 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影响的话 那对于大陆来说 你美国怎么样折腾台湾 跟我无关了 我不管 对不对 尤其是台湾现在 以为自己很聪明 好像变成了一个棋手一样 对不对 把美国 把欧盟玩在鼓壤之间 你小心 你等着看吧 对不对 现在美国哄着你 然后呢 你说要安全 我给你个法案 然后你说法案不够 还要欧盟的法案 对不对 欧盟再给你个法案 你接下来能要什么 能要什么 要美国跟北京斑头 先斑头你 斑头你最简单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台湾 总而言之吧 这就是欧盟的这个台湾 台海情势决议文 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用处啊 其实啊 这个台海情势决议文 欧盟他也没有说啊 让大家想象的那么恶劣啊 我里面有些东西 我都没跟大家谈 就是说啊 欧盟那边欧洲议会 也承认啊 要继续维持一中政策 对不对啊 欧盟也没有触及到 整个中国的主权问题啊 欧盟也在躲 触及中国主权的一些东西啊 对不对啊 那台湾呢 自己好好的想明白 再看一看 牟宁的啊 那一段对于台湾政策法案的 那一段那一段评语 你就知道了 好吧 今天这期啊 他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